很多浪漫优雅的长裙超多款式总有一款是你的菜 细节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今天一大早向左求婚郭碧婷的话题就冲上了热搜 评论区里满是祝福 自从向左和郭碧婷公布恋情后 日常互动非常甜蜜 再加上向太的神助攻 恋情发展得很顺利 郭碧婷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 最广为人知的形象 就是最初的一打广告的长发女孩 到后来的小时代理的时代 姐妹花之一的南乡 这就是南乡本乡啊 满足了所有书粉的想象 那向左又是谁呢 他的名字 可能大家都没听过 但他父亲像华强 应该大多数人就会有印象了 大家熟知的香港艺人 像梅艳芳 周润发 周新驰 成龙 李连杰 刘德华 都是他们夫妇捧红的 很多明星都和向华强 有着深厚的合作关系 任达华 曾志伟 舒奇 张博之 古天乐 荣祖儿 真子丹 陈小春 英采儿等 向家在香港的势力 有多大 就不言而喻了吧 郭碧婷和向左是怎么在一起的呢 一开始是立志台的一档 聚焦孝道亲情的综艺节目 叫最美的时光 请到了向左母子和郭碧婷妇女 节目里 向太就不止一次表达过 对郭碧婷的好感 跟朋友吃饭 也要拿起手机 介绍郭碧婷 节目里两边家长的互动 也超可爱 郭爸爸说要娶郭碧婷 一定要再买个大房子养动物 私下里 向左和郭碧婷的恋爱 也很甜 去年圣诞节的时候 两个人就在一起 生日的时候 也不忘送上祝福 恋情曝光之后 向左没少公开秀恩爱 比如晒出一组 和有人合照 女友郭碧婷 是一定要站C位的机场 被拍到穿情旅装一起出游 两个人笑得比谁都甜 也一点也不躲避 被跟拍这次两人订婚 向太也是最开心的 订婚这个事情 是他纤细滋滋的 给大家透露 然后郭碧婷 和向左转发的 他还一手提供了 独家求婚照 防止中间商转差价 光是发微博不够 向太笑得嘴部合拢的样子 大家也可以脑补一下了 可是向太 并不一直 这么温和好说话的 以前 在港媒的嘴里 他永远都是 棒打鸳鸯的恶婆婆形象 郭碧婷 能讨得向太的欢心 一是 因为他很乖 跟以前儿子找的那群妖艳贱货 都不一样在公布恋情前 郭碧婷一直是娱乐圈里 很安静的一个存在 虽然颜值逆天 但性格一直很低调 不争不强 一贯的妆容 也很清淡 万年黑长直 还有网友爬出 郭碧婷和向 太年轻时常的很像 对向太也很嘴甜 节目中 向太在台上唱歌的时候 郭碧婷在台下 大喊最美妈妈 向太对此显然很满意 十分开心 当场对郭碧婷 表示感谢 还在舞台上热烈拥抱 性格也很好 很有爱心 人也很好孝顺 郭碧婷 曾多次想帮爸爸洗脚 但是爸爸却拒绝了 哈哈哈哈 郭爸爸 也太可爱了 有孝心 性格好 有爱心 这样的女孩子 谁能不喜欢 难怪一向挑剔的 向太都对她夸个不停 还送郭碧婷八个字 不忘初心 方德始终 不管怎么说 能获得双方父母认可 这么讨准婆婆喜欢 郭碧婷日后的婚姻 应该会很顺利 在这里祝福郭碧婷了 在这里祝福郭碧婷